所以大家很納悶說 到底現在誰可以救侯友宜呢 連戰可以救侯友宜嗎 我們請教小玉姐 現在侯友宜PO出這張照片 哇 去拜會連戰跟連勝文 那很多人說 這應該是喜事一見 因為拜會大佬嘛 沒有想到下面有很多網友 就留言說連戰可憐 怎麼這麼老還要被侯友宜請出來呢 真的是這樣子嗎 確實啦 我覺得這個對藍軍來講 因為連戰最近身體不好 他一直在休養當中 那所以他這個時間點出來挺侯友宜 一定有他的用意在 包括就是說是藍軍的團結 你看昨天連辦發的新聞稿 大概訴諸兩件事 第一個就是要講 這個藍軍要整合團結 那第二個還是訴諸在兩岸和平 就不拖重點 可是重點來了 大家會覺得說 你侯友宜去見連戰 大家會想到什麼 會想到當年的319槍擊案 對不對 因為我再幫大家回想一下 當年319槍擊案是2004年 當時侯友宜是內政部警政署的刑事局長 也是319調查的主要負責人 不過到目前為止 很多藍軍還是心裡憤憤不平 覺得要不是當年的兩顆子彈的話 當時阿扁是50.11% 贏過連戰的49.89% 贏不到1% 連戰也不會輸啊 所以很多人會 你看昨天還有一些網友在酸 就說當時要不是你這個319槍擊案 你這個侯友宜這樣子的話 搞不好今天出來選總統的是連勝文 也輪不到你侯友宜 昨天網友都還有在下面 在講這個很酸的這件話 好啦 那過去歸過去了 那昨天就是有些人解讀說 你侯友宜這個時候去拜會連戰 是不是要為當年的這個319槍擊案 民恩仇嘛 因為大家還是會認為說 你侯友宜因為319槍擊案 後來去做了阿扁的官 一路做到警政署署長 那阿扁提拔你 那是不是說你中間很多的這個淺綠的 有些綠營的會跑到侯友宜這邊 可是你昨天侯友宜這樣子一見下去 說實在你那些 本來以為你是藍皮綠骨 或是以為你是綠的 大概也都跑掉了 都跑掉了 所以我覺得昨天 他當然最主要是見連戰那個部分 就是藍軍的一個團結的意義 是非常的夠 可是問題是 你尷尬就尷尬在這個時間點 不要忘記連戰2000年 曹玉姐說侯友宜跟連戰見面 到底有沒有近視前嫌呢 你看兩個人會面沒有談到當年的 三一九槍擊敗 那感覺起來好像沒有 他這談的也是蠻尷尬的 這要怎麼談 那個當年兩顆子彈 不好意思 所以這個確實就最好閉口不談 這個是一個比較化解尷尬的一個方式 那但重點來了 重點就是說現在尷尬的 網友昨天又做文章 其實也不一定網友 最大咖這個郭正亮 就直接講說侯友宜越來越像連戰 那怎麼會這麼不巧 剛好你連戰2000年的時候 你三個人雜咖都的狀況之下 連戰是第三名 而且當時阿扁是39.3 然後宋楚瑜是36% 兩個人只差3% 連戰不好意思 不但是第三名 而且掉到23% 只有23% 那剛好你覺得現在這個民調 跟侯友宜不是一樣嗎 侯友宜不但第三名還跌破了 壞一套 我們是妄人 我們是妄人 所以大家會覺得昨天那個會面 跟現在這個形勢來講 不是老三見老三嗎 連戰見連戰 對啊 所以就超尷尬 反正現在就是侯友宜掉老三 你連吃一個便當 都被人家講 你連見連戰 然後也被人家講說是老三見老三 你只能說是自己不努力 就是大家要奚落 你這也沒辦法 好那回過頭來 說實在的 就是說現在侯友宜 你該見的 大家會覺得說 你該見的應該是兩個人 一個是郭台銘 一個是韓國瑜 尤其今天 不得了 今天是韓國瑜 六十六歲大壽 Happy Birthday 那六十六歲 那他昨天自己 韓國瑜自己幫自己慶生 還開了六桌 席開六桌 在台中他最愛吃的那個酸菜 那個白肉鍋那邊好開 哇其實灌溉雲集 你包括這個 這個胡志強 李四川 甚至連張榮蔚 謝典鈴都去了 席開六桌 昨天媒體也都在餐廳外面都讀 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你會不會覺得侯友宜又是不到 說實在 昨天是一個破冰最好的時機 那是沒風吹嗎 沒有被找 你在 不是 就算沒風吹 也沒有關係 你就自己去 你也可以打個電話說 生日快樂 而且這個消息 連我們都知道 你就在門口 他可以 他可以人 禮到人不到 送個蛋糕過去 對啊 而且你不是跟 那個他不是也是 就是跟張榮蔚這些人 也都蠻好的嘛 對不對 就像那個時候張三鎮 對邱憶勝一樣 一直送禮 一直送禮 人家總是會化解的 就算你堵到門口對不對 如果今天你到了門口 那如果韓國瑜不見你 大家會說是韓國瑜沒風度 重點是今天你侯友宜不到 這已經不知道是第幾次了 全世界人都知道 韓國瑜在哪裡 我覺得韓國瑜也是透過媒體 要跟侯友宜講說 我在這裡 而且是我生日 對啊 你還是不來 而且還可以見到張榮蔚 對啊 你想像力也太豐富了 不是 都已經六桌了 不是 你看張榮蔚也在那邊 他可以一魚兩隻 你幹嘛不去吃 還有謝點鈴 對不對 還可以透過謝點鈴再去約郭董 超多吃的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就是不去 這個就是跟藍軍 你知道嗎 像之前葉原資也說 還有這個洪孟凱 大家都講 他不是侯友宜一天到晚都說 他跟韓國瑜有夠好嗎 熱線通話 那重點是你電話來 電話來 如果昨天他們兩個有見面的話 那葉原資馬上打臉 就說邱曉鈺 你不要再講了 他們兩個就是有見面 二十隻緊扣 那我就點點 問題是就沒有 所以這是大家尷尬的地方 不過我最後要講 說實在的 大家還是期待三個人 會有一個同臺畫面 你知道是哪三個嗎 不過我還是建議這個時間點不要 因為現在國民黨最新傳出 有一個新三步 就是韓國瑜 朱立倫跟侯友宜 如果三個人同臺 這個時間又要被做文章了 為什麼 你知道三個人有哪三個特點嗎 就是國民黨這幾年來的三個總統候選人 第一個是 第一個是他們三個都是雙子做的 尤其侯友宜還跟朱立倫同日神 他們兩個雙子男 第二個名字裡都有動物 從朱立倫的豬 韓國瑜的魚 然後到侯友宜的猴 這三個 然後有動物的 名字有動物的 第三個都是落跑市長 所以現在國民黨 現在為了他們三個人設新三步 等於說未來的總統候選人 前面兩個都落選 不能有雙子男 然後名字不能提名 萬一第三個又 那第三個是落跑市長 第四個是有兩個已經落選了 萬一第三個又 所以侯友宜如果再創這個落選的話 那變成 那盧修妍不能合體 他名字有動物 還好他不是雙子座 對 他不是雙子座 他有動物但是不是雙子座 換人換人不要新三步好了 盧修妍趕快上去踢腳 所以我還是認為說這個時間點 再怎麼樣的話 大家希望藍軍的團結 不是單單你去見連戰而已 重點是韓國瑜 你什麼時候見 尤其最近韓粉 反臺的非常厲害 我認為他早日跟韓國瑜合體 那他就是不做 所以我覺得你再找更多人 來諮詢都沒有用 不是 可是連聖文之前 其實蠻挺郭台銘的 這個一見面 他之前不是說那個 聽侯友宜講話一愣一愣的 可是他當時他把郭台銘形容成 這個月飛 大家就覺得怪怪的 然後就沒有再跟月飛見過面 可是我跟你講 其實韓國瑜算是有情有義 你知道在選前 在國民黨徵召之前 本來郭台銘 郭台銘不是有去找韓國瑜嗎 你看當時 郭台銘的那個照片 就郭台銘的臉書上 有他跟韓國瑜的二十集進口 韓國瑜就是故意不放 因為他避免就是給人家講說 我去支持郭台銘 所以你看 那天郭台銘跟韓國瑜的見面 只有郭台銘的臉書放 韓國瑜只有寫寫字證實說他跟韓國瑜見面 你看連郭台銘去找他 韓國瑜都可以見 那就我的瞭解是說 韓國瑜他其實是大喇喇的 他也沒有在計較說四年前 你婉拒我的競選總部主委 或是不來幫我站台 韓國瑜就覺得說 沒關係 他跟其實連戰 他們都是一樣 跟馬英九都是一樣的 因為我是國民黨的忠贈黨員 你只要為了團結 為了慎選 你來找我我都會見 那就我了解 侯友宜確實是真的沒有主動要去找他 就都沒有 他拿俏 他就是他們一直在強調說 有自己的步調 這邊我跟 我有問過韓那邊的人 韓那邊就是說 真的侯友宜都沒有去跟韓國瑜 有進行任何的接觸 所以非常通電話 對那韓國瑜你開口 韓國瑜我跟你講 他是一個大喇喇人 你要來跟我見面 連郭台銘跟他見都可以 可是你看他連去雲林 那個侯友宜去雲林 連維多利亞學校都不去 所以等於說旁邊人都不知道韓國 侯友宜到底在想什麼